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感情线断开了 如果是断开的两条线之间又有相连 错开之后又连接 大多数表示夫妻之间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两地分居 并不是代表感情方面出现了危机 感情线在小指跟无名指之间 又出现了缝隙出现断裂 那么这个上半部分的感情延伸到十指跟中指之间 长有这种感情线的人会经历一次比较失败的婚姻 如果是能够处理好熬过危机之后将会获得圆满 这是一个需要经过考验的婚姻 川字长是纹路两头都分叉 看见没有 他这个川字长的智慧线两头都分叉 这个是容易犯情伤犯离散之类的 就是容易夫妻之间的分开 人文 所连文比较重 性格内向 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 魄力也不足 闯进不够 所以这类人做事爱犹豫 所以初期很难有大的发展 并且容易错失良机 30岁之前有不算太理想 主纹路清晰 身长有力还算是比较 没有什么杂纹 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后期事业财运不错 因为性格问题 婚姻姻缘也是比较晚 28岁之前是很难获得真缘的 早了的话容易犯情伤 我们看这个手纹杂纹比较多 杂纹多心事重 主初期波折阻埃多 有起伏 30岁之前发展不够理想 好运在后面 另外这一类的手纹 一辈子操劳 操劳操心比较多 属于这种想不了服的命 杂纹是影响情线 感情上也是容易有波折 并且手上缝隙也比较明显 才来才去 好有关这个手下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